台湾警方近期展开多次扫黑专案行动 破获了全台各地由黑帮操控的诈骗集团 近日 宜兰警方连续10天发动三次扫黑行动 出动200多名警力在宜兰扫黑打仗 这次专案行动抓获黑帮成员33名 其中包括竹联邦人堂 红人会 名人会 及地方帮派组合的暴力集团三名头目 他们在宜兰招募帮派成员以暴力手段追讨债务 当地警方表示将持续追查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 与此同时 台南市警方也开展扫黑行动 破获到处索讨保护费的暴力团体 台南警方兵分多路逮捕七名 向商户收取保护费的黑道分子 并在家中查获大量武器 向北区 中西区等游戏场业者 计程车司机等每月收取万元之保护费 并以囚棒辣椒水等纠纵恐吓被害人顺手 台湾黑道猖獗又正值选举前夕 因此台湾警方加大打黑防诈骗的力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